在中横公路塔塔佳路旁 有一对夫妻神木 相传上一年前 神界中掌管树木生长的神 是一个刚修炼乘入仙界的年轻小神 由于好奇心与顽心不敏 在一次照顾王母娘娘的盘桃园时 与小仙女嬉闹 不慎将盘桃树枝折断 王母娘娘认为她还需在修炼 便将她扁到凡间的一个画外之岛 那时大约一亿四千万年间 欧亚板块与古太平洋板块运动 造成板块从海底冒出来 小树神就是被贬到这台湾岛 被贬的树神 在那潜心修炼 使岛上树木林立 绿意聪裕 吸引很多生物在此生息 也慢慢有人类迁入 但由于日子过得太过逍遥 竟忘了千年一次 回天庭给玉皇大帝祝寿 并禀报修行成果 玉皇大帝授日宴上 当众人禀报各地业绩时 独不见这小树神 于是就令人给他一边 打醒他 而这一边打在台湾岛的玉山山脉 使东方板块强烈挤压而断裂 原本位于玉山山脉 之上的阿里山山脉 上方较年轻的岩层往西滑动 形成了阿里山山脉 下方较老的岩层则形成玉山山脉 这一边下的小树神 不敢再如此放纵 乖乖地继续照管这小岛树林 潜心修行 又过了几千年 岛上原住民越来越多 在小树神细心照管之下 人与树林和谐共处 久而久之 这小树神竟对阿里山上 一位邹族女子动了心 化身凡人共谱恋曲 并与此女子结位夫妻 不料此事竟被王母娘娘得知 认为她犯了天条 神不能对人动情 于是将她两化为两棵神木 矗立在塔塔加以示成界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夫妻树 这两棵树一矗立 就是千年之久 夫妻小树神 不忍其爱妻受此遭遇 决定返回天庭请罪 并希望请求王母娘娘 能将她化为凡人 解除她爱人成界 两人可以过着幸福日子 于是含泪告别爱妻后 奔赴天庭时 发出怒吼 引发天雷 夫妻因此倒下 独胜七术至今仍矗立在那 一直等候夫君的归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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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